唐山的沙锅之王一年赚三百万 幕后人是一位隐退黑风洞的熊哥哥 紧给我的身姿鼠虑 我决定将我四手 称风二十多年的沙锅手艺 冲出江湖斗两国 四年前 他从广东把手艺带到唐山后 创造了唐山人民骄傲的国风琴牌 港式地摊打边炉 从此获得门庭若市 一天要做一百二十桌 据统计 多年来 通过各种手段盗取配方的人 至少有九千 来自不同的国家 吃法很特别 关蘸料水就有四种 每一种都暗藏玄机 他还强调 就连某银行行长 都经常带着秘书和司机来吃 开了这么些年车呢 接着头一次个完美这样的时候 据说找他签名都开店了 不再互犁 我們再次回应 走 走